我们回来继续讲一些自然化合物 我们之前讲了一些石油里面有些Hydrocarbons 我们就现在开始讲一下 这些Hydrocarbons 炭氢化合物 有没有分类的呢? 其实大致上都可以分类的 但我们是分开分类做两类 第一就是Arreammatic Hydrocarbons 中文名叫做南瓜酱酥敬 敬 Mor mientras是永贵、氧汽酱酱酶 材料主意就是永贵、氧汽酱酱酱酱酱酱 另外一类,再介绍一些例子 另外一类是 脂肪逐径 脂肪逐径是否由脂肪来的呢? 其实是相似的 因为脂肪里面有很多很长的碳链 里面都可以有这些东西 通常我们分类,分类是 知道是脂肪胃氟素 不是这类,就自动是这类 容易分分 所以其实很容易分这类 举些例子 第一个是 病仙的中文名叫本 草花透是一个本字 这种病仙的结构很简单 我写一个方法 C6H6 其实里面的基础是这样的 氧化成一个环状 一个psychic form 这些环状 还有6个H 图拿到一层 Single born and Double born 隔住隔住隔住 人们会则简单写 我们我以后会详细评 简单看一看 既 holes画这些结构 这些质核 则约都会写出来 导时随时活已经生长时间 我们会有一些简略的方法 就是凡是画这些的时候 每一只角 即是你能看到 起了一只角 是表示有一个C 一个碳原子 而两只角 不是两个C 中间有一条线 这条线就表示Single Bond 如果在这里有两个C 中间有两条线 两条线就是Double Bond 其他都是如此类推 至于H是如何呢 H是全部散略了 可以不写的 所以来说 不是只画一个六角形 做Double Bond 就完成了 这个就显示了这幅图 但科学家实际上知道 根本上病线的结构不是这样 大家都应该可以估计到 Double Bond 因为有四粒电子 它一定拉近些 那两个碳原子的Nukia 应该要短些 所以Single Bond 只有两粒电子 拉得不太厉害 这个应该长些 如果这样画 就表示长些 短些 长些 短些 短些 这样的Bonding 但实际上 我们做实验 找到出来的事实 就是六个Bond 全部的长短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结构 是跟真实有分别的 根本上是错的 有时有些特殊需要 我们用这个做的时候 特别方便 所以仍然很多人都写这个 真实的情况就是一样长短 不可以用双件单件 比如说那些人就画一个圈 画一个圈 是不是全部均匀 这个就是Benzin 遲些我们再讲 怎样画 它是一只 Carlex Liquid With Almond Smell 即是说它没有颜色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里 你看到有幅图 这张图是Benzin 液体状态 没有颜色 通常我们一直讲的 那些货币 都是没有颜色 有颜色那些 就很复杂 例如举例 以前你学酸碱的时候 你不是学过那些指示器 例如Mifal Orange Phenofaline 这些就有颜色的货币 这些这么简单的 是没有颜色的 这里 你看到液体状态 通常同学对于 它的物理状态 但是液体、气体、固体 那些都不太有概念 最简单就是 之前我们讲 Fational Dissolation 讲到 Hydro Carbon 就是1-4个C 的碳 都是气体 接着5-17个C 就是液体 17个C 或以上的 是固体 你可以这样 用这个逻辑来看 这里 你看到6个C 很大机会是液体 事实上 它都是液体 这个是病鲜 大家有少少认识 我们再看看 多个C 小心点 这些有毒的 你不要以为 杏仁味很香 吃过杏仁 实际上 这些吃得多不行 但是这些 就算是有毒 就算不立刻 毒死你 长期吸入 这些 字眼误的物质 所以看到病鲜 就小心点 另外有些例子 例如 这里 有个 叫做 Mifal 病鲜 我这里没有一个名字 因为这里不是想说 名字 不过 就这么说 我们先看看 Mifal Mifal OK 这是Mifal 病鲜 你看到 又是一些 模式的液体 有另一个名称 Toloin Toloin 等于Mifal 病鲜 有病鲜 之外 其中一个H 跟病鲜不同 将H拆掉 然后换回CH3 所以如果看Mifal 病鲜的名字 可以估计到 外面这个叫Mifal 病鲜 病鲜 你可以这样画 这幅图 除了这个之外 下面还有 其他的 病鲜 ring Aromatic 看这个更加清楚 Aromatic 我认这个病鲜 ring 又是Aromatic 你看旁边这个例子 是否有两个病鲜 ring 这些都是Aromatic 然后 这两个病鲜 ring 在一起 黏住了 它其实散略了H 在中间 这个如果看 这个方法 C10 H 8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 如果看名字 大家看一次看 第一次叫Nefaline Nefaline 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日常用到的 那 我给你看看 这里 看看能否认得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Nefaline 这个 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 放一些衣柜 或者一些 柜桶那些 张老 或者有些人叫臭丸 臭丸就是Nefaline 那些 这些味道 其实是固体来的 你看到 一个病鲜 那些 去到两个时候 已经固体了 那些 这些 其实有股味 可以驱虫 吸收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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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omatic compound 的例子 或者Aromatic hydrocarbon 的例子 我们看完 接着 我们看 Alyphatic Alyphatic 其实你的想法就是 不过我补充 一些 不只是有病鲜蜜 才算是Aromatic Hydrocarbon 有些 比较复杂的情况 都是Aromatic 所以我们在 现在 中五的阶段 我们不详细 讲Aromatic 实际定义 因为 不太适合 总之 你认病鲜蜜蜜 已经足够你 去考公开试了 那 我们看 Alyphatic Alyphatic Hydrocarbon 你看看 我刚才说 脂肪肿 总之 没有病鲜蜜蜜蜜 就已经可以了 首先 你可以用一个 直链 直链 或者 在这里 横状 这个横状 和刚才病鲜蜜蜜蜜蜜 不同 但不是Aromatic Hydrocarbon 它仍然 是Alyphatic 这个更加 像样子 不过 Alyphatic 所以 病先用Double Bond Single Bond 就是最大的分别 好了 我们药膜 都知道 是Aromatic 和Alyphatic 为什么要分成这样 因为 反应是不同的 当然 我们将来 有机会 再讲一下 反应有什么不同 我们起码 现在 把范围收窄了 你看到 我们 纯粹只是看 Hydrocarbon 都分两类 我们不要 混合其他 Oxygen 或者 Nyxogen 这些 element 先 我们先把最简单的 介绍 好了 我们看后面 这个 关于Hydrocarbon 就是 我们 叫做 很厉害 那些Hydrocarbon 有什么reaction 有什么化学反应 有什么化学反应 因为我们其实 读这些 这样的 Chemical 的时候 基本上 我们很多时候 看的就是 第一 physical properties 有什么物理特性 刚才我介绍的时候 都说了 液体 气体 固体 已经是 顏色 这些就是 physical properties 另外就是 看chemical properties 有什么化学反应 就是说 其实Hydrocarbon 有很多的反应 如果我详细 说完 其实 有三种 我们现在 首先 就是说第一种 第二种 或者第三种 我们再厚一点 不会在这个 topic 那里讲的 Combustion Combustion 其实 我们 叫这个 就是 燃烧 那 你可能 说 为什么不叫burning 其实 在化学上 我们有这个 术语 总是用 Combustion 你用 Combustion 反正 Hydrocarbon 会如何呢 如果是做 Complete Combustion 什么是Complete Combustion 这个是 完全燃烧 我们 完全燃烧 顾名思义 就是说 它要燃烧 何谓燃烧 就是说 它有两种原子 Combustion Combustion 全部变成CO2 Combustion 另外 H 又变成水 如果是这样 例如 举例 C7 H16 Hydrocarbon 这个叫Heptane 我将来教你 如何明白 你变成CO2 Combustion 一定要留下 你一定写了CO2 然后 H 就一定变成水 因为 这里基本上 是加 Oxygen 进去 Combustion 然后 写完之后 当然 要平衡 我们以前教过 如何平衡 照看 7个C 这里只有CO2 有C 就有7个CO2 H H 有16个 即是8个H2O 再看 Oxygen 数目 14 再加 8 即是22 22 就有11个O2 这个 就已经看到 一条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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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条件 就是 你要有足够的氧气 足够的氧气做燃烧 助燃剂 但问题是 这个世界 当然有些情况 不够Oxygen 小小就不够 不够 那怎么办呢 它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 它不够的时候 它会如何处理 分配问题 它就不够 C 不够氧气 不够氧气 它怎样都要 给了H 你记住 怎样都要 给了H 变成H2O 还有剩下的 加氧气 变成CO2 如果不够的时候 它会导致CO 一氧化碳 这里有写Carbon Monoxid 甚至乎 有些情况 连Carbon Monoxid 这个唯一的O 都不够 变成炭 炭 有时宵夜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 黑烟产生 就是这些情况 Incomplete Combustion 这些情况 我们试试 写个例子 既然Incomplete Combustion 有两种情况 我们试试 一个情况 就是出Carbon 另一个情况 出CO 这样 我们很少会混乱 来写 分开一条 我们先写第一条 如果你先出Carbon 这里出Carbon 然后 刚才说 H2O 怎样都要 产生 在这里 你一样是7个C 然后 这里有8个H2O 所以在这里 你见到 你欠8个O 这就有4个O2 这个就是出Carbon 这些炭微粒的 黑烟 是Carbon Particular 这就是 第一款 第二款出CO 是怎样呢 我们出CO 然后 照样出H2O 这里 必须要7个C 对应7个C 接着 H2O 8个C 这里 总共有多少个O 8加7 15 15 免得配整数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看到 这些 通常人们不会说你错 很多时候 我们想说 一个这样的燃料 摩尼桥 到底要用多少氧气 做燃烧呢 所以 你看到 最多氧气充足 刚刚够 开始减少了 这里其实是7.5个 再少一点 便出丝 然后 这个就是 EN COMPETED COMBUSION 如果你写这些东西 希望你回答一些化学的东西 你便写 COMBUSION 或者EN COMPETED COMBUSION 这里是讲化学的变化 除了这里之外 我们要讲讲 COMBUSION 反应的特性 这里 COMBUSION 大家都知道 火热很热的 就是放热反应 即是说 这些反应系统 我们会释放热量向外界 这里写最后 Heat is released to surrounding from reaction system 由一个反应系统 将热能释放到周围的环境 在这里 这里的Heat is 如果严格来说 我写 Heat is a flow of energy 刚才说 热能由这个流向外面 有能量流动 Heat is a flow of energy 另外下面 反过来 有放热反应 Exofermic reaction 自然有吸热反应 Andofermic reaction Andofermic reaction 小心点 同学常误会 应该由外界 将热能 走入反应系统里面 即是吸热 记住 吸热之后 它不是热了 小心点 它把热能转到化学能 转到化学能 转到化学能 之后 外面的热能就少了 这些热能也不可以感受到 少了的热能 我举例 你把手摸住这个杯 你感觉到 手会冷了 就是你手里面的热能 流传入杯裏 你就会会感受到冷了 你手里的烟能就转到这个系统里面的化学能 这个就是吸热反应 记住,低温了 你放一支温度计下去就知道,温度下降 这个温度上升,如果是放热的时候 好了,我们先讲到这里